南康地处江西省南部 因地阶岭南 人康勿赋而得名 上古时期 南康先后隶属 吴楚两国 为吴头楚尾之要地 也是干南客家人 主要聚集地 自古以来 客家人就有 信鬼神套银寺的 风俗习惯 因此以驱鬼族裔 迎吉纳福为内容的 南康畅凡民俗活动 在南康一带 极为盛行 据青同志十一年 南康县志记载 上元前数日 玄灯为乐 或用竹 撕之为龙 张乙为戏 又披竹为船 胡乙无彩 至上元后一日晌午 一人提见 数人 明今随之 亮呛赤唱 所有追逐者 阎门收船 鼓吹送也焚之 由此可见 唱船 这种民俗活动 在南康 由来已久 为当地民众 所推崇 让人好奇的是 南康唱船 这种明显带有 图腾崇拜 和楚风色彩的 古屋遗存 何以流传到南康 这地处偏远山村 且世代延续下来 我们南康这个区域 它是一个 在先秦时期 它是一个 无头楚尾的区域 因为在藏国 中后期的时候 由于楚国的 那个势力的扩张 它是把我们干南这个地方 就是南康 这地方都是 统治在它的 广辖区域 由于我们创长歌 创长歌呢 是纪念我们 楚国的大夫 他为了信国 头江之问 所以他就是 我们会在每一年的 初一至十五的时候呢 会创长歌来纪念 纪念我们的那个 起源 有着楚风巫术印记的 南康畅传 发端于上古时期 意欲纪念 头江殉国 以死明治的 楚国士大夫 爱国诗人屈原 这样说来 客居于南康的 楚国先人 沿袭并传承这种 楚风遗俗 也就不足为怪了 更何况 人们对水 自古就倍加 崇拜和敬畏 因此也就演化出 龙舟禁住 纸船焚烧 河灯饭水等 各式名样的 与水技有关的 竹温区域 祭神活动 南康畅传 也就殷勤而生 殷俗而存 南康唱船 分起神 扎船 开光 唱船 以及巡游 焚船等仪式 内容繁多 程序复杂 持续伴于乐 起神仪式 通常在大年初一举行 所有参与者 均为男性 清晨时分 各家各户的男人们 便早早沐浴更衣 持三生和仙竹 纷纷来到彭氏宗祠 龙兮堂 待点燃神灯 静完仙竹后 方可 鸣罗击鼓 燃放爆竹 这时 祖长将藏于 祠堂屋顶的大神话 迎下来 挂于堂前 众人便肃然起敬 顶礼膜拜 以示对仙人和神灵的前程 据说 这幅大神话 是彭氏先民 从中原一路迁徙带来的 至今已有四百余年 可以想象 在那战火延年 颠沛流离的年代 要戴上一幅纸质的画 辗转千里而不损坏 实属无益 我们不禁在想 彭氏族人将大神话 藏于祠堂屋顶 是不是怕战火所毁 盗匪所轻 而格外谨慎呢 大神话是我们客家先民的 一个传承下来的 一个神话 但是它随着我们客家先民 就是在中原壮让时期 一次南迁的时候 它是从中原带到我们 杠州南亢的地方来 由于大神话 它是一个子责的东西 为了它保存它完整性 我们客家先民 它放在一个 池塘的一个屋顶 因为这样子又既有 把他神话的那个尊严又更好 放在池塘 它有一个 撇出它一个很珍贵 放在屋顶 它有个繁巢 龙舟是南康畅船的主要道具 也是南康畅船的灵魂 因此制作好畅船 是整个活动仪式的关键 畅船的大小尺寸 图案色彩 完全是按祖圣遗存下来的 大神话里的图景制作 用竹艺剪纸 刻字表糊 彩绘装饰为一体 过程复杂 制作精美 周深用细面编制而成 里面用稻草填充 外面用红布包裹 再贴上纸质的金黄色鳞片 与湖蓝水色相映 五彩斑斓 色泽艳丽 开光使龙船杂志好后进行 一般在正月初六下午四点开始 开光仪式由道士处持 一阵鞭炮过后 只见道士将一只大公鸡的机关扎破 滴三滴血至九中内 并用毛笔沾上鸡血 为龙舟点金开光 之后在龙船重要部位分别点画 最后为一百零八位神像脸部 点红开光 并送祝告辞 恳请大神显灵 驱除瘟疫 祈福消灾 开光完后 一直到正月十五 为祭大神的正式会期 持续近十天 时间之长 内容之多 首先族人们暗房派人 每两房一天 轮流将龙船和大神话 接到各房厅堂 这时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门边 悬挂桃枝或柳枝 设香岸燃香竹 等待龙船的到来 龙船寻游到哪家时 这家主人都会早早恭候 燃放鞭炮 前程相迎 龙船寻游的路线 是颇有讲究的 据说 趋沿着村中的河流 溺水而上 这种戒律习俗 到底意运着什么呢 龙船寻游 龙船寻游可以说是既大神 那种戒律习俗 都有一点个轨迹 一般就跟着 三十岁的 不松着 一直以至呢 生活不高 龙船寻游可以说是既大神正式会期中的一个前奏 真正的精彩之处还是晚上的传歌传唱 俗话说 唱传唱传 唱是第一位的 这也是唱传与汉传的区别所在 虽然唱传仅注重唱 而不像汉传那样既唱又舞 但唱传中所吟唱的朝代变革 历史故事 典章制度 以及百科知识 大千世界尽收其中 让人百听不凡 百唱不厌 静静思索和感悟着 前世今生的悠悠过往 因此族人们只等晚饭过后 便提着灯笼 举着火把 纷纷来到祠堂 围坐在篝火旁 通宵达旦的聆听和颂唱的 祖祖辈辈 所延续的传奇故事 南康畅传的唱本内容 自古就有着严格要求 从初六夜开始 一直到元宵夜 每晚一本 内容不尽相同 初六唱 木根源 初七唱参拜 初八唱赛闹 初九唱 庆贺 初十唱 劝文 初十一唱 伦理道德 初十二唱 端本行 初十三唱 前正 初十四唱 情景 初十五唱 浪淘沙 宋唱时 通常由族中文化较高的长老代读 其他人则根读 你唱我贺 此起彼伏 气愤庄严而神圣 在宋唱中我们发现 每段结束前 都要接上 今夜重庆 奇相会 一高华道 洛阳桥 洛阳桥上 花四景 洛阳桥下 好划船 这么四句 这似乎和文本格式 没有太大关联 那他为何每段都要接上以洛阳桥为内容的四句唱词呢 为什么要唱个四景呢 因为咱咱咱一声 正义后哪个面过来 咱咱咱咱会说呢 对正义古著的四景情节 所以每一篇都要唱 都要敲上花四景 都要敲上好花唆 正月十五是南康唱船送唱的最后一晚 也是族人众心合一群情高涨的一晚 送唱分三段 每唱完一段 族人们都会齐声呼喊 划船划船 顿时人声鼎沸 情绪激昂 锣鼎齐名 同报喧天 仿佛回到上古时代 今夜众信齐相会 一高滑到洛阳桥的壮观场面 神仙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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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看大人 同集业同 都说这个动作呢 搞我们个集市合同 我们呢 就是要往中叶行 他是个情情结分 都是想毁到我们的老家 所以呢 他是被启愁给情情结分 就是快乐 快乐 快乐 很不得一哈划到我们的老家 这是对我们的老家也正事 南康唱传 从正月初一的起神 到正月初十五的传歌颂唱 唱的部分已去完结 最后便进入尾声 正月十六焚传起伏 正月十六这天 四乡巴林的民众 一大早便赶来向龙舟祭拜许愿 又提着鸡鸭的 又赶着猪羊的 将整个村庄塞得满满当当 早已守候在鼓场上的各房龙灯 只等组长一声号令 便在尸灯的引导下 游动细耍 一会儿恰似彩龙升天 一会儿犹如降龙降地 欢笑声鞭炮声 淹没了整个山村 约摩到了晌午时分 各房龙灯在组长的带领下 共同为龙舟开路 数名轻壮小伙 则抬着龙舟在锣鼓鞭炮声中 和民众的簇拥下 将龙舟一路送到江滩边 安放好龙舟后 组长率领大家绕龙舟三圈 以示送行 成千上万的民众 则跪拜在江滩大堤上 亲历着指传民主照天烧 祈求龙舟带走瘟疫 期盼来年风调雨顺 南康畅船从远古走来 历经千年而不绝 它既是客家 重文众教 耕读传家品质的真实写照 又是中华民族 生存久远的心灵记忆 当所有仪式告一段落 当祭拜龙舟的人们 围坐在鼓场上 久久不愿离去 我们从那一张张 泛满笑容的脸庞上 和那一阵阵欢声笑语中 猛然感悟到 虽然送走了龙舟 但南康畅船 却深深铭刻在 族人的烙印里 永远畅想在人们的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